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战国群雄诸侯乱战 百家争鸣 礼崩月坏 风出并作 众说纷纭 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豪气冲天的年代 您听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 见证一个又一个热血的英雄 燕国被灭了 但是关于燕国的事情还没完结 确切的来说是关于荆轲的事情 还有个后续报道 秦军俘虏燕王洗的第二年 秦国终于吞并天下 秦王也完成了天下一统的伟业 正式改称秦始皇了 按说有了这样的丰功伟业 嬴政的心胸应该变得更开阔才是 但没想到他别的不计较 偏偏还是对燕太子丹派人刺杀这件事情 不能释怀 于是在全国范围之内通缉燕太子丹的门客 当年忙于平定天下 没时间理这事 现在天下一统了 都是我家里的东西了 我现在还不挨个把你逮出来啊 不过这些门客倒也不是傻的 看见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这么猛 当然个个早就畏罪潜逃了 在这其中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那个 喜欢积注的民间音乐家高建离先生 高建离自然是通缉榜上的重点犯人之一 跑得了谁也跑不了他呀 他和荆轲的关系最铁 这事地球人都知道的 高建离跑哪去了呢 高建离在燕国灭亡以后 更名改姓地当了酒保 隐藏在宋子这个地方打工 什么是酒保呢 拿现在的话来说 那就是酒楼的服务生 我们经常呼朋唤友 拖家带口的到酒店里吃饭 坐下以后 服务生过来写菜 高建离做的就是那个服务生的角色 作为一位艺术家 文艺青年 打工这事 特别是在酒馆里跑堂做服务生 时间长了 真的是很疲惫的 不仅是肉体上累 心里也很折磨 所以他就老寻思着 什么时候有机会把自己的老本行给拿回来 偶尔那一次机会 听到主人家里 堂上有客人来了 卖弄风雅的 说要记住 他在堂下听了 一边听就一边摇头 像是自言自语 又像是有意 说给别人听的 嗯 不好 不好 那机住的声调 有好的地方 也有不好的地方 在旁边伺候的仆人一听 这打工的很拽嘛 平时让你端个盘子什么的 今天你居然端出架子来了 还文艺份呢 是吧 你有什么资格评点我家主人的朋友啊 要脸不要啊你啊 于是这仆人就悄悄的去搞黑状了 主人啊 下面那个佣工 哎呀 自以为懂音乐啊 对您的朋友 那私下里经常品头论足啊 这种人不能纵着他 得好好调教调教他的脾性 啊 得扣他工资 主人家听了 当然也不太高兴 就把高建离叫过来 哎 那个 什么 听说 你很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啊 说别人记住 不好听是不是 今天大家伙都在 你得给我个交代 要么立刻卷铺盖滚蛋 要么 你也玩一把给我看看 这主人家的意思啊 就是要捞回点面子 让高建离下不来台 没想到高建离也不客气 没吭声 直接到堂贤就开始真的玩起来了 一曲揍吧 大家伙都给吓呆了 这些宾客纷纷拍马屁呀 哎呀 想不到您家的一个仆人打工的 都能把住玩得这么拽啊 牛啊 这个主人听完吧 也给吓傻了 还真想不到自己手下有卧虎藏龙之事 一看 又给自己挣了不少面子 那就顺坡下驴呗 赏酒 从那以后 主人家就经常请高建离上来积住 高建离看到了机会 实在是不想再隐姓埋名下去了 不想这么担惊受怕的到处去打工啊 于是就把自己的柱和衣裳 全套的行头都从行李里拿出来 改装整容正式亮相 宾客们都大吃一惊啊 都用平等的礼节来接待他 尊为上宾 这件事很快传了出去 宋子城里都轰动了 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 都纷纷请高建离到他家里去做客 为宾客们积住唱歌 每一次唱罢 那下面的宾客都是听着听着 感动得鼻涕眼泪一起流啊 也许是因为走穴的次数太多 演出场次太频密了 这消息居然传着传着 传到秦王嬴政那了 他挺好奇的 想不到宋子这个小小的地方 还有这么牛的人啊 就赶紧把高建离给招到宫中来了 高建离一进攻 立刻就有人认出 这就是当年荆轲的死党 高建离 按道理来说 高建离这回死罪难逃 可能是嬴政统一天下以后 心情大好 胸襟也开阔了很多 况且高建离确实才华横溢 杀了未免可惜 于是秦王嬴政就特别赦免了他的死罪 但是死罪逃了 活罪难免 把他的眼睛给弄瞎了 古代的音乐名师诗矿 不就是瞎眼的吗 你也跟着一样学吧 瞎了眼以后好好记住 取悦秦王就可以了 就这样 高建离就成了咸阳宫里的专职艺人 每一次听高建离记住 秦王嬴政都是赞不绝口的 慢慢慢慢的 双方的敌意就淡了 高建离也越来越有机会 接近秦始皇了 直到有那么一天 高建离去为嬴政演奏之前 悄悄地把签 灌到了自己的乐器柱当中 等签凝结了 这乐器就会变得死硬死硬的 跟一个硕大无棚的锤子没两样 为秦王嬴政基柱表演得酣畅凌厉的时候 突然之间高建离停下来记住 就向秦王嬴政身上扑过去 劈头盖脑连扑带打 这意思就是要把嬴政砸得稀巴烂 不过这位朋友不是天生的盲人 也不是武林高手 所以听声辩位的功夫有点差劲 扑错了地方 举起柱来没有敲中秦王嬴政的头 倒是把他面前的暗台砸个血肉横飞 一开始大家都愣了 都好奇地看着高建离 不知道这盲人到底想干什么 是想打苍蝇呢 还是和那张桌子有仇啊 惯了牵得住可能实在是太沉了 举起来挥舞了没几下 高建离就累得受不了了 毕竟不是练家子 他是玩音乐的 又不是玩举重的 这个时候大家才反应过来 哦好小子 原来你想砸我们家大王的头啊 这一下大家才扑过去 把他抓住 后来被嬴政砍了头 高建离也可以称得上是义士了 为了给朋友报仇 连自己的命都丢了 他的死令到秦始皇 从此再也不敢接近 东方六国的人了 虽然这些人 已经是自己的臣下了 呜还有我说您会在那里吗 这些人不是那个人 三百二百二百二百一百二百一百二百二百二百一地 到处于这里 已经得了